新闻头条来看是监察委员职外交部次长石雅萍在驻新期间失职 但是报告却没公布引来各界的臆测 究竟石雅萍失职的具体情节到底是什么 今天监委们表示石雅萍确实在驻新加坡代表的任内失职 前政治组组长张诗瑞不配合监委的调查判定违法 至于调查报告的内容监委们以事涉敏感为由决定不解密不公布 开了两个小时的会议监察委员蚂蚁公李炳南桌阳山一字排开 针对台新关系报告正式表达监察院立场 没有任何人可以叫我是不是公布报告 这个报告事关外交的引感化 至于这个案子是否解除机密 还是依法要由院长来决定 该案列为机密的原因 并未改变 故不解密 亦不公布 监察院态度强硬 不愿公开报告内容 但外传周阳山利用公屋之行 西家代券出游 还要求当地外交人员接机款待 并提供公屋车使用 周阳山青上火线澄清 是全家的旅行 那马委员这个时候认为说 顺便把这个任务完成 所以呢就决定说用公驾付费 我们落地的时候 当时就有外交部的同仁来接机 他跟我讲说 委员如果这几天来访做调查 可以使用我们的车 但是从头到尾 我的家人完全没有到 新加坡代表处过 而且我们也没有接受 新国代表处的任何邀言 监委以国家机密保护法为由 语代威胁 善意的提醒媒体不要再臆测 但整体事件发展至今 监察院指官员失职 却不提供具体试证 这份监委口中的机密报告 已经如同两面刃 监察院以及外交部都受伤 联合影音林伟旭王苏宏 台北报导